不過如果說用項羽打這個第十層的話 我覺得應該就比較沒辦法速刷 打過應該是沒問題 稍微洗一下 好痛喔 金融龍打進手銷光 直接用甜字疊就好 呃...是沒錯啦 是沒錯啦 但手銷7C啊燃燒啊什麼的那些麻煩欸 沒光珠欸 把暗珠轉掉 合作禮拜五加倍沒錯 來接下來這個地方喔 直接開吸魔 然後行動值直接擠滿 然後又剛好恢復版面 完美 機械化 9億欸 手銷7C 呃...這個地方齁 呃...降雨的轉租時間其實蠻長的 欸...少一坑欸 不過不會死啊 這個我好討厭這個 這個超討厭的 可以了吧 就算沒有手銷全光機械化的傷害應該也是非常高的 欸...給點面子啊大哥 欸這個...這個...這個是不是做壞了啊 這張...這...這隻像...這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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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怎麼這麼癢啊 有7C這麼難嗎 欸...他燒一下多少啊...他怎麼感覺癢癢的 燒一下是5000...靠...早講好不好 早講好不好 早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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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那個OPS斷掉 大家從...那個...F5一下 然後再來這邊齁 因為...我們有開吸魔的關係 所以呢...整版...是不...整版種族珠是不會被... 不會被那個...冰...凍結的 所以這邊可以正常轉 可是這邊少了...呃... 少了光珠所以我們下回合可能會斷掉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照打 其實機械化...傷害那個應該都蠻高的 就是沒有消到...全光 傷害也都破億 然後接下來這一關是...呃...不能... 手消光珠 好...不能手消光珠 我們這邊... 開這個... 好...把光珠弄掉 然後呢... 開一開啦... 也要開嗎... 他打...他血多少... 開這個... 開項羽 我覺得這樣子應該是...傷害應該是夠的 一億七千多萬... 加上他那個行動值滿的傷害應該是夠的 靜音帶地底點光星 保底有六獅 大手消七獅 所以靜音完全沒有問題 哦...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 好...再來齁... 反正這個項羽的技能沒有了齁... 不然呢...機械組以外都會被重置 然後不能手消暗嘛對不對 我們先把暗珠弄掉 而且最後一關我記得是... 轉珠機是不是... 是不是無效啊 轉珠機無效的話... 呃... 手消全光 就過了 你怕打不死的話再開個龍科 非常的簡單 就是這樣子... 那個光的單靈石感覺是沒有必要帶的 感覺是可以隨便任意替換的 吸魔我覺得沒有 應該傷害也是夠 呃...比較重要的... 好像也沒有比較重要的 就機械化一樣可以過啊 项羽的機體太強了 项羽的機體太強了